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手相的一些内容 虽然这种手掌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一些小财小富还是有的 而且这种手相常常会给人一种惊喜的小财 会更令人感到非常雀跃 给人一种幸福感和快乐感反而会更大一些 表示他一生收入和事业都非常稳定 三线深长,财运线是非常明显 财富纹都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是他想要在人生当中名利双收的话 都必须要配上一些漂亮的成功线 名利双收,我们说成功线是主管名的 财运线主管利的,财运线包括开印线 那么这个都是,如果是要双收的话 必须要有一条成功线 所以这个是没有成功线的 就算事业线再长了 也没有成功线就没有那么 就是说达到一个大富大贵的一种状态 名利双收的一种状态 我们看感情线出现这个很多横纹 包括十字纹 对这个感情线主线都是有干扰的作用 婚姻波折不顺 容易在感情线上的一些 感情线上的十字纹越大 对这个婚姻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甚至容易分离 这个婚姻的夫妻感情不和睦 如果是再加上结婚线多而杂乱的话 固定这个很容易这个夫妻难到头 这是一个典型的婚姻状态出问题的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呢你看桃花韵比较好 但是感情线断裂啊 包括智慧也是比较 智慧线也是出现折断 这类人的或许在感情发展过程当中 呈现这种出现断档 或者是不会同本身的第一个恋人 或者初恋啊 包括暗恋成婚啊 也能够是在成婚之后呢 多有一些争吵矛盾 总之呢 有半途分体半途离开之苦 这种情况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呢需要多调节调节 虽然桃花韵比较多 但是呢容易有一些对婚姻造成困扰 你看如果是婚姻线 如果是出现上下这个多条婚姻线 这个分叉 如果是再加上有一些香蕉啊 这种 这个包括他这个结婚线中途中断 下垂 这都是预示着婚姻方面容易失败 纵然结了婚 不久都会离婚 特别是这个结婚线下垂 跟这个感情线接触到了 这是很很忌讳的一种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小知识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